使徒行传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街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近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 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 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喜 吃过饭就健壮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 宣传耶稣 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搏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过了好些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 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革 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 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凯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时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周留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遇见一个人 名叫尹尼亚 得了瘫痪 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彼得对他说 尹尼亚 耶稣基督 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繁住旅大和沙伦的人 都看见了他 就归府主 在约帕 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比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他广行善事 多诗周记 当时 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楼上 与大元宇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 央求他说 快 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单眼 彼得就起身 和他们同去 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家与他们同在时 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 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这事传遍了约帕 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 彼得在约帕一个 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住了多日 就会打破了 那他就会打破了 这就会打破了 这就会打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